哈喽大家好 刚刚就用Tradingview的财务数据 整理了股息 你可以看到的图 现在是有派股息的公司 这边全部大概是900多间 我就把它整理了一下 现在你看到的画面是Top20 就是说给股息最多的20间公司 这个Dividend Pay 可以看到大多数都是一些大公司的蓝筹股 这个是给的钱啊 先前的股息的钱 并不是那个Divide Divide呢 是在这一边 这个就是Top20 最高Divide的公司 你们也是可以看到很清楚 手套股呢肯定也是在里面 很多公司呢都有派这个特别股息 所以你看到有些也是很多 不是很 这些都是因为它有一次过的股息 所以是很多 但是在底下这边呢 也是有其他公司比较稳定的 全部都有在里面 所以你们可以 screenshot起来 或者是把它定格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些 这些公司 这些公司是可以拿来做参考 因为明年 2023年 估计的经济可能就不会很好 这样我们要投资的话呢 主要呢才是要有保本 还是保投资一些股息比较高的公司 呀 当然这些都是数据呢 都是他过去历史的数据 他未来股息 有没有给人力给这么高的股息呢 还是要看他未来的业绩 所以功课才是要做的 这些只是给你一些参考罢了 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把定格起来 然后自己就可以看到起来 而且这个表格呢 我有在我的Member里面 啊 share他们都可以直接 倒入这个表格下来 如果你也是有兴趣 把这个表格倒入下来的话 就去我的YouTube参加Member吧 马币10块钱 就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了 谢谢大家